还有五州还在开当中 会不会未来的呈现 到处在打官司 可能会怎么演变 我一直认为 因为本来大家一直看好是川普 因为这摇摆州 本来如果威斯康辛州 跟密西根州没有翻盘的话 原则上川普当选几率是最大的 不过因为一夕之间 变动了这两个州之后 那当然现在变成 反而是变成拜登的几率变大了 但我相信川普阵营 应该会采取非常多的 法律上的诉讼 那这个法律诉讼怎么处理 怎么做成最后的结果 这当然要请教法律专家之外 另外就是我们要看 整个美国它的一个期程 包含12月14号的 这个选举人团的投票 包含1月6号 这个参众议院必须要认证之后 在1月20号的一个就职 那这时候这中间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动乱 或者是有一些问题 这是属于政治上的问题 那政治上的问题怎么解决 我看还是必须要看在 川普跟拜登两个老人的智慧 那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 我先来谈刚刚宇曹 有提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拜登上台之后 对付中国这件事情 我相信是很多观众朋友 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 因为接下来到底台湾 因为过去来讲 这四年来 大家看到了川普的表现 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多 关心这场美国选举 为什么台湾人会力挺派 力挺川普的比较多 甚至于说很多政府官员 都还是认为说 好像川普阵营 卖给我们的军售 通过的法案是比较多的 但是各位可能也不要忘记了 事实上在国会当中 目前是由民主党 当然这次也是国会有选举 但是在先前的国会 通过了挺台的法案当中 也有很多民主党的人士 是支持台湾的 那我并不是说 川普阵营跟拜登阵营 到底哪一个对台湾比较好 比较不好 而是说拜登上台之后 的确他有他的问题存在 也就是说如果他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话 但是他今天所做的事情 以及所讲的话 包含他说要在哪个三方面 跟中国合作呢 气候变迁 另外一个核不扩散 第三个就是公共卫生医疗这一块 也就是新冠肺炎这一块 但是这三块领域 不就正好是中国对美国一个突破口吗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去用多边主义来对付中国 没有错 你要领导所谓的自由世界的一个民主联盟 要对付中国 我讲的是拜登阵营这个想法 但问题是这三块 你要跟中国去进行多边的合作的情况之下 刚好让中国运用这场机会 这一项的一个时机呢 逃掉了原本你对中国的一些制裁 你好言相劝 要对中国讲一些好话 要劝他回到这样的国际建制当中 但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中国自己愿不愿意吗 我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蓬佩奥 就是目前美国国务卿 旁边有个叫余茂春 这是一个华人到美国社会之后 过去曾经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经历过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丑陋的 丑陋的一个面貌 然后到了美国这边的话 告诉美国官员说 中共会怎么操作 中共在表面上会对你怎么样 私底下又会对你怎么样 两面手法 另外一个就是目前在白宫里面 帮助川普政府的这个Pottinger 就是博明就是现在目前白宫里面的国安会副顾问 那这博明他会讲中文 他是一个美国的 美国人但是他会非常了解中国 而且曾经在过去 在《热华尔街日报》记者的时候 在北京曾经被北京的公安打过 所以他知道中国的这个政党 这个政权的状况是怎么样 但问题是民主党里面 有没有像这种人 有没有像这种懂中国的一个 所谓的华人也好 或美国人也好 当作他的幕僚 作为所谓的拜登的一个重要的 对中政策的一个建议 这个所谓的政策建议者 那这个东西就是两边阵营最大的区别 一个是非常懂中国的状况 一个是还在摸索 还在模糊当中 那这时候就会让台湾民众 会比较担心这一块 是来我想请教 我记得您是耶鲁大学的博士 对不对 耶鲁大学是位于哪一周 在康乃迪克州 康乃迪克州 因为我们是在两边两边 那康乃迪克州这一次呈现 他们一直都是比较支持民主党的 因为就是所谓的两边的 那个coastal海岸边的 是是是 那因为这部分跟城市 跟教育程度高 跟他的种族的分布 因为两边就是说 种族也比较多元一点 像那个川普的区域 其实是比较以白人为主的 然后比较所谓的乡村 所以其实这个美国的社会议题 也蛮严重分裂的 就是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结果 比如说跟中国经贸往来的 事实上会使得就是说 可能教育程度高 然后中上阶级人 他得到比较多的利益 可是中间因为工作机会 失去跟各方面 所以就是说这一次 上一次为什么川普会翻盘 很多人就反省说 民主党传统是比较照顾穷人的 可是他们越来越忽略了 就是说这些穷人的 特别是白种男性的穷人利益 那反而比较走一个多元文化 这个部分 那跟他们的那个种族的分布 也是有关 那所以这部分就是说 也呈现了美国在那个阶级 跟社会议题的两极化 那这一次 我想这个极化的部分 比如说川普一般人会觉得 他好像对种族上 没有那么的尊重 跟各方面有些时候 会跑出种族歧视的言论 甚至这一次那个 所谓的黑命贵的运动 也是对他的反弹 那但是就是说 民主党这一次 我们可以看到拜登的策略 他在最后一边 最后一波努力的去争取 这个所谓的工业铁锈区 大型什么钢铁工会的支持 他们也在弥补这一块 只是说这一次 就是回来讲 这一次的这个抗中的议题 的确是拜登的弱象 可是似乎这一次就是说 美国民众比较重视 看起来还没有完全 重视就是说疫情 那根据说经济的起飞 就是说川普这个经济牌 有没有奏效有关 那回来讲就是说 其实这两天 昨天我在跟一些朋友 碰面说从午餐到晚餐 那很多人 包括七十岁以上的人 都可以用手机 边跟我讲话 边看开票 我们台湾人真的 卷到这里面 不过当然这也是因为 过去川普这四年 台湾人感到我们 国际地位的一个提升 然后川普对台湾的友善 不管是军售 然后经贸谈判 这边开始要启动 这个感受